如果要我自己介紹自己 我通常會介紹自己是唱片監製 但其實我也是一個作曲人 也是一個編曲人 歌手就是咸豐年之前的事 其實有一天老闆就說 不如我們將你們拆散吧 Terry你就去做solo唱歌 Randy Chow你那麼英俊去拍劇 Leo你可能來公司幫忙 最後他們都選擇了不同的路 Randy都說他不太適合做幕前 所以他去了做音樂 我自己出了一張solo的歌 但過了一年之後 我都決定去做幕後 原因很簡單 做幕前很困難 首先那時候都去到差不多30歲 你好的就可以很好 但你不好就是其實賺不到錢 還有可能自己的性格 都不太適合做幕前 因為我經常覺得 你做一個藝人是要很聰明的 你要知道怎樣面對很多事情 而你做幕後是面對少很多事情 還有可以多些時間給你反應 所以可能我未夠聰明 去做這件事 其實都喜歡唱歌 始終是表演 所以都會享受可能唱歌給大家聽 或者自己作的歌 雖然給了別人唱 但其實有時都想自己唱自己的作品 或者一些別人的作品 我覺得很好 自己都會嘗試唱 就算平時做演唱會 甚至紅館 甚至小巨蛋都好 但其實你都會站在後面 我經常有一個藉口 因為很多人都問我 你會不會再錄歌 或者出自己的作品 其實我心裡是想的 我經常會用一個網 來做藉口 然後我發現 最根源的原因 是因為我害怕 或者我不知道 我應該做什麼給自己 所以我經常會說 有時間我會做 但其實這是藉口 其實你害怕 誰藏有我一個 陪著你媽鋪睡 說明害怕就兩個 最辛苦就是 剛剛轉做幕後 開始要學習 開始要爬上去的時候 那段時間最辛苦 我想是 一、一、一、二年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很誇張 一天可能要練兩個不同表演的歌 可能下午十二點開始 十二至六 然後吃一個鐘頭飯 七至十一 就去練第二個表演 然後回錄音 回家裏剪製作 第二天也是這樣 我試過有一次 和M.Y.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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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我坐在旁邊 就看著他 在旁邊 在旁邊 很誇張 那些時間 幸好是年輕 年輕可以熬到眼睡 現在去到三十幾 如果我這樣 每天睡兩小時 然後不停地做 身體真的不能負荷 所以 趁你的身體可以負荷 就盡量做 就這麼一食肆 多麼不好笑 一早已知 我最初的時候 我很初期寫歌的時候 我寫了一首歌 就交給我當時的版權公司 交給我當時的老闆 大家都覺得那首歌 會否特別 或者不太好 誰知道四年之後 突然有一天 他們打給我 這首歌賣了 買給誰 買給謝安琪 很開心 可以給阿K 出來 之後 還有一個 叫做周森的歌手 他以前應該是 網上的一些 翻唱的人 翻唱了 然後就出現了 之後 他真的成為了歌手 其實有時候 你賣不出 他可能會有一天 遇到一個正確的主人 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不要氣餒 不停地寫 對自己的東西有信心 原來是世間太荒謬 你我分的首線 最合理與溫柔 每個爭鬥 我自己都很欣賞 軒仔 其實我一直以來 都沒有跟他合作過 我們互相都認識 但沒有在音樂上合作過 然後很好 因為阿華 是他的監製 他有一天 就打電話給我 軒仔 接下來會要一些歌 你有興趣寫給他 我就很努力 很努力 寫了四隻 四隻都不中 回來後 都是差一點 或者有一隻 已經很像 軒仔的歌 或者我們已經找到一隻 展示 跟這隻很類似 其實我原本是放棄的 過了一個月 阿華又打電話給我 他說 我們明天開會 有沒有興趣再試一次 我就說 好 我今晚弄給你 我那天其實要錄兩個音 我記得 那天都忙 早上錄一個 晚上錄一個 然後回到家 我坐在琴面前 後一來 然後我那首歌 寫得很快 我在一個小時 我就整個Demo搞定 你真的隨心的感覺 你覺得是這樣 你寫出來 可能那個作品會真誠 可能我之前 就是考慮得太多 事情不得真心 不得真誠 這件事很順暢地做出來 反而結果 成績都很好 作詞 作詞編劑